爱达华这人心村 一名45岁拥有包括毒品罪案在内多项案底的男子 昨天从学校接走5岁和8岁儿子 绑在屋内疑似要放火烧屋 一家三口同归于尽 还动言要喝农药自杀 警方逮捕男子后 发现他的尿检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还面对家庭问题 推示今早批准警方延长扣留他4天协助调查 两名孩子在医院接受治疗 暂时由家属照顾 至于机场控股公司一名业务员涉嫌收取贿赂 支持或建议让某家企业在槟城国际机场大厅 租用商业单位 今天被带上推示厅申请延扣 59岁的嫌犯昨天下午在办公室被逮捕 初步调查发现 每次批准租赁他都会收取500到2000令吉 所以抵触了2009年反贪惠法令17-A 通过代理提供或索取贿赂条文 助理主部官批准了5天延扣令 同样是机场控股公司职员 同样是租用机场商业单位 但在许兰儿的案件 涉贪规模更大 这名50岁的经理级人物 涉嫌收取48000令吉 作为批准一家公司 在全国机场租用单位和更新租用合约的回酬 而这种行为维持了整整8年 推示批准反贪会在2009年反贪会法令16-A 索取或收受贿赂条文下 严扣嫌犯6天驻查 至于在沙亚南高厅 今天则审理了一宗死刑案 31岁的货仓主任 Ellen So-Hing Liang 三年前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国内航班里进大厅 被搜出藏有3.2公斤冰毒 控辩双方分别传召12名和1名证人后 法官发现辩方无法调出合理一点 而被告自辩的证词只是一昧否认 最终采定被告罪名成立 处以绞刑